可是开起来真的是好 有一点像那种宝马的ZF的感觉 只走车会自己做他的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Paco 身旁这一台呢 就是第六代的全新 Mitsubishi Triton 然后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里 关单呢 是来做这一个的Media Drive 来试试看这台车 在highway 在小路 还有在offroad的时候 它的表现性能会怎样的 然后这台车就是一台妥妥的 有注入了拉利塞元素的一台皮卡 所以开起来跟其他的皮卡 肯定有一点不同 那我们先讲一讲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如果是第五代跟第六代的话呢 车头一看就知道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首先就是这个头灯组 头灯组呢从以前的上面这里是比较三角形的 然后那个也是一样是分离式的这个头灯 然后可是这一次呢 上面这里是比较slim一点的 还有就是呢 这里有写着一个Mitsubishi的大牌子在中间 还有一点就是哦 这个中间整个这个sport grill啊 看起来有没有很像一个 拿着盾牌的样子呢 这个就是它最新的设计的这个shield design 那么橙色啊 就是今天我们所开的那一台呢 那除了橙色之外呢 它还有黑色跟白色的 所以它样子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是你选的话 你会选橙色黑色还是白色呢 那么再来看看哦 无论你选什么颜色的车身哦 它的这个地方都是黑色的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rocket load 就是一个越野的样子 车身的线条也非常的硬朗 直到后面 感觉这辆车就是很man的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全新的尾灯 T字型尾灯的造型设计 有觉得很好看吗 那么打开引擎盖呢 这里就是Mitsubishi Triton 第六代全新的引擎啦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 Turbo Charge的本体 然后它是2.4L Turbo低色的 然后最大马力值204 最大的扭矩470 虽然来说它不是相当的厉害 如果你 跟其他的对手来比较的话 可是开起来的动力真的是 随传随到 那么坐进车里哦 车的内饰设计呢 就是那种比较是阴朗派的 就是你看着很多是线条的感觉 而且也是比较是粗犷的 就是Rugged Lock 然后这里呢就是控制那个冷气的按钮 它是实体按钮 然后这里是有个Digital Meter 然后这个screen 虽然不是说很大 因为它的对手呢都是 采用那种比较大的那种screen 这个比较小 but它也是Apple CarPlay Android Ato 然后它是RDAS的那个安全性 它是全部都有的 都有齐的啦 再来看看就是这一个 可以切换2Hz 4Hz 然后就是Full High的这个Defensial Lock 还有这个Full Low的Defensial Lock 看你在什么的情况 路面情况之下呢 你都可以随心的去操控这台车 那么呢这台车呢 其实它有7个Drive Mode 包括Snow Sand Rock 还有就是Mut 所以呢 如果就是你去那种很迷的那种地方啊 或者是下水的地方都好呢 它都能够应付 那么这个就是坐在车里面的那个样子啦 然后这里有个扶手 前后也有这个扶手的 然后这个很重要 因为车因为皮卡就比较偏高的 就算是我的身形比较大致比较高都好呢 我上车也是需要靠这个拉上去 不然灯是很肺摇啊 然后坐后面的话更加重要 因为你除了这一个之外呢 你就没有其他的扶手可以上车了 因为下车都好 你都可以拿着 你可以抓着这一个来把你做一个支撑的 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里就是车的后座的空间表现 so这辆车是我做过那么多种的皮卡里面的后座 这个椅背是最斜最好做的一台 那么曾经呢 我也想过买一台皮卡来做热肠代步的 可是想到后座坐进去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值 然后空间真的很小的情况之下 我就打下了这一个念头 不过 直到我坐进这台车里面才发现哦 皮卡的后座可以那么的舒服 而且呢 这台车因为我们从KL开车到关单嘛 那么一路上大概两百多公里呢 坐着后座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可以睡着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even我们在off-road的时候 在后座的支撑也是蛮好的 头部空间其实是非常的足够 就是一个拳头 然后腿部空间呢 也是有一个拳头的位置 所以呢 坐起来是刚刚好的 那现在呢 我坐在这台Mitsubishi Triton 就是第六代全新的Mitsubishi Triton 来坐着一个test drive 刚才我们就从KL开着去这一个 Jana Bay的 所以等下就会去到这一个 off-road的一个track 如果是我自己的 我的自己的看法开上这辆车 其实坦白说之前的Triton 我是没怎么怎样的去试过啦 当然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truck都是 就是摘货啊就没那么舒服啊 可是这台真的是打破了我对这一个 传统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台车 我开起来一点都不像一台truck 它就好像感觉开着一台SUV 或者是对就是一台SUV很舒服 因为坐在后面或前面都好呢 这台车都是属于是舒服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进去这一个off-road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看这台车开进off-road的时候 它的性能表现会如何 因为这台车是比上一代是增加了更加多的东西 而且车脚那边也做了一些更加好的调教 好刚才在highway是比较会比较闷一点啦 话说刚才在highway的时候 这辆那么庞大那么长又高的车哦 它也可以做到蛮不错的这个corner 现在我进入这个小路里面这个 就是真是来试下这辆车 如果在这种be-road的地方 它会不会那么敏捷 不过肯定的是它是比上一代 在敏捷方面那边呢 它是做了一点功夫的 那么这辆车呢 其实它有完整的这个安全辅助系统的 所以这种路的时候 其实我踏着一个中间的线的时候 它会抖 所以它有这种那种blind sport真车啊 所有东西它都有的 你开这辆车你会感觉到 我很有自信去开这辆车 不管是任何的状况 这台车你都可以给它100%的信心 那么这辆车竟然在highway开那么好 然后在狭窄的路那边也那么的敏捷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一个 off路的这个区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先上波 那么这里还算是一个mout的啦 还不算是那种比较high的 所以我们进去里面之后 我们再试其他的 那么其实这种路段哦 一般的车都已经进不来了 它是蛮高的 一般车进来的话 可能bumper就不用就飞了 OK instructor就在我们把这个调去4H 所以他们以4H的这个mout来走这一段路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其实是已经是安排好的路 就是没有那么的原始 可是真的好像我说的 一般的车是进不来这里的啊 现在算是石头路 我们想要开快一点 追上去 真的爽了这辆车 我有一种自己生了一个 越野赛车手的感觉啊 然后刚才开这辆车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这辆车它的那个变速箱 真的是很聪明 我有种感觉它有一点像 因为它是680 可是开起来真的是 有一点像那种宝马的ZF的感觉 就算它换挡很快 可是它又很平顺 OK 现在我们用这个Hill Disson Control 就是你上下斜坟的时候 你不用自己来调节你的那个 brake跟这个油门 前面这里可以看到前面 就是这个烂路 所以我们只需要直走而已 直走 车会自己做它的事 啊 好酷 哈哈 呀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这样好玩 看我这里可以全速前进 那前面这里哦 就是要过河了 不过它没有很深啊 就是一点路而已 可是就要一辆一辆车 这样子过 不行 但是 但是 就一直滑在这儿 期间 好 所以我们可以走 前面是过河了 平时你回到这儿 期间 在这儿 你回向右 necessarily 这个车是蛮高的 没问题啦 小事情 那么这一次的Mitsubishi Triton呢 它也是有这个Single Cap的选择的 可以 所以这一辆就是Single Cap的样子啦 所以它的RAM是这样的 然后它这里没有涂色的 所以后面是两个位 所以后面这个位置会 肯定会比较大比较长咯 所以如果你是要拿来做生意的话呢 这辆车也是蛮OK的 它的马力是同级中最大 184匹马力 然后430个扭力 那所以因为它是Single Cap 所以你看它可以载的东西是超多 超长的 到这里 有很多的玉米啊 很大很长 那么这台那么帅的Mitsubishi Triton呢 即将会在大马的路上出现 然后如果你在你的望后镜 看到有这个三条眉毛灯的呢 那台就是全新的Mitsubishi Triton 那么如果你正好在寻找这一台皮卡 可以加用又可以off route 就是on road off road都可以的话呢 这台车 决定是你值得期待的一台皮卡 那么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如果喜欢你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我是Paco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